哈喽各位B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不下BB呢 比较特殊一点 我们做一期2018年的总结 那么我在B站做摄影器材的评测的视频 已经很长时间了 所以呢经常会收到评论啊 或者私信 这个相机怎么样 这个器材怎么样 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适我 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 那我个人觉得的话 这些问题大部分都是重复的 但是呢每个人他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 所以呢每次一个一个去回答 你还得去分析对方需要什么东西 我感觉是比较浪费时间的 然后呢我也看了其他摄影区 UP主的一些2018年的总结 很多人都在说啊 2018年的器材哪些好哪些不好 我心中的器材最好的是什么 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的目标观众来说呢 很多的这些器材其实并不一定合适 因为我主要是做高性价比的器材 或者是便宜的器材 那么他们介绍的都是一些很贵的东西 甚至我发现很多看我节目的观众呢 他自己手上还没有一台相机 看了我很长时间的节目以后才决定买第一台相机 所以呢其实我一直很想去找一个方式 能够更好的更高效的帮大家去选择器材 主要是针对于不同人的需求来选择器材 所以呢其实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东西呢 我已经策划了很长时间了 那么最近才腾出一些时间来把它实现 那么其实呢就是我写了一个微信的小程序 主要是帮大家来选择一些器材 那我们直接就来看一下吧 这个小程序的名称叫做阿布拉基用户手册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当做一个相机的说明书一样 来去选择器材 那其实我做这个程序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因为不同的人他对于相机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有些相机他的某些特性他需要 有些相机的某些特性他不需要 所以呢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呢 能给大家一个选择自己需要的特性来去对比 那么怎么用呢 那么首先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呢是相机评分的界面 那么在最上方的话我们可以点击选择相机的器材 这边有很多很多我大概在数据库里面添加了有快1000台相机 那比如说我们添加一台这个佳能的USR最近比较火的 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评分的分数 就是我个人对于这台相机的一个使用的体验的评分 那这边有一分的有四分的 那这个评分的标准是什么呢 没有什么标准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使用的体验 那么我的评分的基准就是五分 如果我认为它是处于行业平均水平 或者是行业比较顶尖的水平的时候 它就是五分 那做的比较差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比如说四分或者三分 做的很差的话就是两分或者一分 那么如果它不具备这样的功能的话就是零分 那么比如说下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机身防抖 因为USR没有带机身防抖 那么它这个机身防抖的分数呢就是零分 那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个带机身防抖的 比如说尼康的Z6 这个是我最近才买了一台相机 那么由于Z6有机身防抖嘛 所以说它这边有一个五分的评分 这样的话就是针对于不同相机不同的特性呢 它有不同的评分我再加一台 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比如说XT3 最上方呢大家看到有个总评分啊 总评分就是说这些特性呢全部加起来 加一个分数 那么你可以看到因为其实相机都差不多嘛 所以呢它这个总的分数加起来 其实也差不太多 但是呢最开始已经说过了 因为不同的用户它的需求不一样 对于某些人来说的某些特性 它可能并不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一个比方啊 就是有一些UP主 对于富士XT3 它的这个评分比较高 那比如说拿它作为视频的机器来拍 那么的话对于视频的一些参数的话 可能对于它来说比较重要 但是呢假如说对我来说的话 4K60帧可能并不是一个主要需要的功能 那么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EOS R和尼康的Z6 因为都是没有办法拍摄4K60帧的 所以说这边的分数是零分 但是呢XT3呢是可以拍摄4K60帧的 所以说它有五分 但是呢这个特性对于我来说 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那我就可以把它给取消掉 那么或者说很多人说我只拍照 不拍视频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很多视频拍摄的参数 都给去掉 我之前不是专门出过一期 不下BB来讲XT3的自动对焦 它对于一些老镜头的支持比较差 但是呢有一些专业的拍视频的人 他是只用手动对焦 不用自动对焦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 XT3的这个优势呢 就是可以不用考虑了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视频自动对焦 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 这些都给关掉 这样的话 它这个分数就不会影响XT3的评分 那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通过把这个选项给取消掉以后 那么这三台相机 它的一些评分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假如说 某一些评分对于你的选择来说 很重要的话 比如说对于我来说 我可能觉得机身防抖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是比较习惯于手持拍摄 并且大部分的使用定焦来拍摄 那么机身防抖对于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三台相机的话 USR和XT3都不具备机身防抖 但是尼康的Z6有机身防抖 所以说这个机身防抖的分数是5分 但是我觉得它非常重要 那我就可以把它给权重给加一点 比如说我认为它有两倍的重量 或者是我认为它有五倍的重量 我就可以把它这个分数 给它权重加上去 那你这样的话 因为你不同的权重 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假如说对于我来说 视频也拍拍 照片也拍拍 手持拍摄 那么我对比这些相机的时候 我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来调整 比如说我可能对于转接要求比较高 对于镜头群的性价比要求比较高 比如说这种持握感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XT3它的手柄比较小 所以说它在这个分数上不占优势 但是我认为持握一颗相机的话 它的手感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那我就给它多加两分的权重 比如说我认为翻转屏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触摸屏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就可以多加几分 那么因为EOS R和XT3 它的屏幕都可以触过来拍摄 那我经常拍摄人像的话 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Nikon Z6就没有办法 它只能上下翻转 触摸屏的话 XT3的触摸屏非常难用 所以说它的分数很低 但是EOS R的触摸屏 包括佳能的操作系统非常好 所以我猜的分数就会高一点 比如说用户自定义模式 我说过富士的相机 它是没有任何用户自定义存储模式的 比如说你可以把一个A档或者M档 把它存储起来 然后你直接转动这个波盘 就可以立刻掉出来 但是富士它只有JPEG的自定义模式 而并没有拍摄模式的自定义 因为XT3它上面都是实体的波盘 光圈快门 包括对焦模式 都是实体的波盘 所以你没有办法自定义 在用户自定义这个方面的话 它就是零分 但是对于我个人的操作习惯来说 我觉得用户定义模式是比较重要的 我之后再乘上两倍 系统响应速度 系统响应速度 我觉得富士的相机可能会慢一点 我觉得它也比较重要 所以说反正就是你这样的话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调整最后显示的分数 那么我们最终在上面 可以得到一个评分 你可以看到EOS R的话 是比较低289分 那尼康的Z6是310分 富士的253分就是比较低 那么可能XT3的某些功能 就没有办法跟ESR或者是Z6比 假如说不是我这样的一个人的需求 那可能是其他的一个人的需求 比如说他可能不在乎镜头群的性价比 不在乎转接 因为他就用原生镜头 他觉得富士的原生的镜头比较好 那么就可以把它给它取消掉 不让它影响 那机身防抖无所谓 我快门增加就可以了 持我手感他也不在乎 反正我觉得这个机身的小巧比较重要 但是我觉得这个实体的拨盘 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就可以多加一点分数 那翻转屏我觉得也不重要 触摸屏我觉得也不重要 用户模式我也觉得不重要 系统响应速度我觉得也不重要 你可以把这些你觉得不重要的 这些东西呢 全都给它给点掉 或者说你觉得这个轻便比较重要 那就把重量给加多一些 或者说我经常使用手动对焦 那么富士的相机对于手动对焦 有提供非常棒的对焦辅助 比如说有列相屏啊 有什么画中画功能啊 所以你在用手动对焦的时候 富士的相机非常的顺手 那你觉得经常用手动对焦的话 你就可以把手动对焦给加起来 比如白平衡什么TTR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不重要 反正我无所谓我充电就可以 我多带几块电池 或者说我在经常拍摄人的时候 对于人眼识别要求非常高 尼康的Z6啊 因为没有人眼识别 EOS R虽然有人眼识别 但是人眼识别的成功率 和激活的成功率非常的低 但是呢富士的XD3呢 它的人眼识别人脸识别 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效和准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重要 那我就把人眼识别 给它全种加高一些 那比如说4K60帧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是log模式 或者是HLG模式 可能拍视频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码率也非常重要 那我就可以多加一点权重 或者说我不需要数码变焦 或者我不需要视频防抖 我要上稳定器 比如说双卡槽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尼康的Z6和EOS R 都是单卡槽 这个XD3是非常厚道 有双卡槽 所以你这样去比过以后 你会发现 XD3它的这个分数会非常高 因为我们已经取消掉 对于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分数 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应该是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一个需求了 所以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 不同的UP主 他的拍摄的题材和需求都不太一样 那么你去看他的节目的话 一大堆的定焦 然后又大又重 对吧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有些人可能扫街为主 那可能对于这个视频的拍摄 就不是很重视 或者是不需要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 我个人觉得应该能够比较好的 帮助大家去来选择 更加适合自己的相机 不同的人呢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最合适自己的 更加对自己拍摄有利的特性 那这个是第一块的功能 第二块的功能是等效光圈 关于等效光圈这个概念 我做了很多很多节目了 我已经不想再讲这个事情 但是还是会有杠精在抬杠 说等效光圈不存在 只等效虚化 怎么怎么的 反正的话就是 你也没有办法跟他去解释 因为就好像那种 相信地球是平的人一样 他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告诉你 地球为什么是平的 为什么你坐飞机的时候 他可以绕地球一圈 还能飞回原地 反正是他总会有理由 但是呢 你要去比较相机的话 一定要是有一个标准 比如说钱吧 比如100人民币和100美元 它的这个购买力 它的价值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你在中国去花 你就只花人民币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去跟美元去比 但是呢 如果你要去出国 你像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 你有美元 有什么里拉 有什么新加坡币 有什么泰铢 有什么日元 有什么摩洛哥 迪拉姆 对吧 你这些国家的钱 100的标准 他所能购买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其实等效光圈呢 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汇率一样 你不同的相机 虽然说它的光圈 因为画幅的原因 你说我只是跟一英寸的画幅去比 OK没有问题 你说它是1.8的光圈 它就是1.8的光圈 但是如果它去跟APS-C画幅的相机去比 或者是跟全画幅 跟中画幅的相机去比的时候 你就不能把F1.8光圈 来作为同样一个东西来比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等效光圈来进行换算 那很多人就问我 说这个等效光圈到底该怎么算 还有之前我说的这个减焦增光转接环 它就是中间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 就很多人来问我 那我就想就写一个这样的一个软件 来帮助大家来计算这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第二页就是我们的等效光圈计算器 那么同样的 我们直接来看啊 上面可以添加相机 那么首先我们加一个全画幅的相机 说机不说吧 比如说ESR 对吧 ESR上面选择镜头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35F1.8 那你可以看到因为它是全画幅相机啊 所以说不需要乘以任何等效光圈的系数 所以它就是等效焦距35毫米 等效光圈F1.8 那么假如说我们选择一个APNC画幅相机 比如说XD3吧 XD3我们选择35F1.4 你看着这个35F1.4比加上35F1.8 还要光圈大一点 但是实际上你算一下等效光圈的话 它的视角是等效于50毫米左右的镜头 相当于全画幅使用50毫米左右的镜头 那么等效的光圈那是F2.1 实际上你算一下之后 它的光圈实际上要比这个佳能的35.8要小的 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的话 你再去比下这两个镜头的价格 这两个镜头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你等效出来以后 你会发现它不仅焦段更长 而且光圈更小 那我这时候再找一个例子 比如说尼康的J5 J5大家都知道是一个1英寸画幅的相机 它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镜头 32毫米F1.2 因为1英寸的画幅 它需要乘以2.7的焦距转换系数 所以说它一等效以后 它要等于86毫米 就是变成一个你看的是32毫米的 一个好像是一个小广角的镜头 结果一乘 它变成一个85毫米的人像的焦段 并且你看它F1.2的光圈感觉很牛 你乘以一个2.7以后 它的等效光圈变成F3.2的 反而小了那么多 但是这个镜头卖的并不便宜 要四五千块钱 我也不知道现在市面上还有没有卖的 因为尼康这个万系列的话 已经基本上停产 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一个等效光圈的计算器 你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清楚 不管是人民币也好 你不管是欧元也好 不管是英镑也好 你把它全部给换成同一种价值的金钱 比如说都换成美元 那么美元就是全化幅的 那么你等效全化幅的美元 那么你算一下它的光圈是多少 它的焦距是多少 然后你这时候再除一下 它的镜头的价格 你就很容易的算出来 它的性价比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之前不是有 减焦增光转接环吗 比如我们M50 那么这时候我也可以选择 这个微卓的减焦增光转接环 因为它是EOSM系统的 你可以选择 这边有很多EOSM卡口的镜头 比如说这个 我们最近发布的32毫米F1.4对吧 你等效以后 它是一个51毫米F2.2的镜头 但是如果你比如说 选择这个减焦增光转接环 再选择一个 你看上面它是选择EOSM卡口的镜头 你再选择一个 比如说50STM吧 那你就可以得出来一个 等效焦距是57毫米左右 F2.0的光圈 因为佳能这个APS-C画幅是1.6的倍数 然后这个微卓的减焦增光转接环是0.71 然后你这样一算下来以后 一个50毫米F1.8的镜头 它会等效变成一个 57毫米F2.0的镜头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算法的话 大家可以非常轻易的知道 你买了这个转接环 或者是买了这个镜头以后 挂在你这个相机上 它相当于全画幅的相机 使用多少毫米的镜头 多少毫米的光圈 拍出来的虚化的效果 并且在相同的曝光下 所能够获得的一个ISO的噪点的效果 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直接就换算过来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些别的 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 RX100对吧 就是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 官方宣传是 它是F1.8到F2.8的光圈 但是实际上你等效以后呢 它实际上是等于F4.9到F7.6光圈 一下就 你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光圈 就没有那么大了 那么其他的 比如说大家可能关注的 比较高的这个RX100 就是松下最近发布的RX400 二代 它是一个M43画幅的相机 它的光圈是F1.4到F2.8 由于它是M43画幅 所以说它等效系数没有那么小 所以你这样一比较的话 你就可以很轻易的看到 两个等效的焦距 都是24到75毫米左右 但是它等效的光圈 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显然RX1002 它的这个等效光圈要比RX100要好 那再比如说 佳能的G1X 也是发布了没多长时间 那么它也是等效24到72横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光圈的话 就是等效出来以后是F4.5到F9 所以说它要比RX100和RX100都要小 所以你这样的就很轻易的 能够比较出来 不同相机 它能够拍摄出来的虚化的效果 以及这个噪点水平 之前很多人用这个G5X来比较 跟这个G1X3来比较 那你就可以从这个上面 很轻易的看到 G5X它长的其实跟G1X3差不多 但是它的等效焦距24到100毫米 还要比G1X3的还要长一点 而且它的等效光圈 长焦端4.9跟4.5差不多 但是它的长焦端 一个是9.0 一个是7.6 所以这个G5X在理论上拍摄出来的虚化效果 反而还要比G1X 它的老大哥还要好一点 所以你就可以非常轻易的看到了 再比如说RX10 这很多人就说觉得很牛 RX10它是一个等效24到600毫米的 焦距 那么索尼官方宣传 它是2.8到F4光圈 但是由于它是1英寸化幅 你算过来以后你会发现 原来它是一个等效6.5到F10的一个光圈 它其实很小 所以你在购买之前 了解到你能够获得的一个拍摄的效果是怎么样 比如说佳能最近发布了一个 SX70HS 你点一下 可以看 变焦很牛逼 21到1369毫米 但是它的等效光圈非常非常小 F18到F35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这么小的光圈吗 所以它其实拍摄出来的效果会 怎么讲的会非常非常的差 肯定是没有办法跟RX10来比的 或者比如说尼康有那个P9000还是什么 P1000 你可以看到24毫米到3000毫米 非常长 但是它等效光圈你可以很轻易的看到 它是F15到F44 所以就是通过这个工具来计算 你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不同的相机的效果 我们再找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 比如说G85 然后选择M43的镜头 M43镜头的话有12到32 它是等效24到70的焦距 虽然说标的是F2.8 但是它等效过以后 它的等效光圈是F5.6 那么这个镜头要三四千块钱 那如果你是有一台A7的话 比如说A7一代加个腾龙的 2470 2875 2.8光圈 那么因为它是全画幅相机 它算出来的话就是一个等效2.8光圈的镜头 所以你就可以很轻易的来对比 比如说我们使用一个 我们之前围着的这个M43卡扣的 减焦增光转接环 比如我再搭一个1835吧 试码的1835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等效26到50毫米 F2.6光圈的镜头 所以它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的话 相当于A7加腾龙2875 只不过长焦端的没那么长而已 比如说李光的GR3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等效的光圈是多少 比如说跟富士的XF10来比较一下 你可以看到因为它们两个都是APS-C画幅 而且光圈的一样焦端也一样 所以说等效光圈和等效焦端都是一样的 那么剩下的就是看各位对这两台相机的信仰了 对吧 所以这个等效光圈的这个东西 就是主要做这个功用 就是把所有的相机的拍摄的效果 给它统一下 给它变成同一个水准 这样你比较起来的话就非常容易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写的这个小程序 那么这个小程序 大家现在所有看到的这个功能还只是在体验阶段 或者是在开发阶段 只是我的一些概念 还在内测当中 我已经发给很多我们B站的UP 让他们去使用来体验一下 看看他们觉得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问题 或者是提出一些意见 我之后还会再修改 暂时还没有办法发布出去 给大家一块去用 不过也快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这个软件已经基本上不需要很大的改动了 而且这个数据库的相机都非常非常的全 如果你们对于我的这个软件的有些什么意见 或者建议 或者是任何你想说的东西呢 你都可以发私信给我 或者评论都可以 因为我确实是比较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软件呢 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来选择自己相机的一个渠道 不再是说听看这个视频 看那个视频 结果全部看完还一头雾水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